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博弈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歡迎全國的觀眾朋友 準時代來到全民心攻略 這個節目是一個這時代下 最好的產物 它是一個讓大家整個腦細胞 活化最重要的管道 透過這個節目讓你知道 我思 誤我在 而且不是只有學歷 還有很多的嘗試 精力 來支撐你答題的可能 今天呢 一起陪大家活化腦細胞的 重要的嘉賓就是阿倫 歡迎大家 一一的為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 今天可是學歷精力的大對抗 歡迎第一位 島國女神林亮均議員 大家好 大家好 這位議會小鋼炮 張思剛喜 大家好 第三位 金鐘老爸屈宗恆 大家好 時尚人情Vicky 選美皇后李培燈 超模女神CZ 非常好 林亮均議員她是清大的 清大的 議員這是新科議員 第一次 對 重振是妳的理想嗎 沒有 在人生規劃裡 對 但是就 這是無心插流 無心插流啦 好 那父母親 對妳有什麼樣的要求 他們就很擔心啊 會擔心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家 只有我一個小孩 他們就要 對 我要參選的時候 他們難過非常久 難過非常久啊 對啊 又覺得要把自己的小孩 就是送給大家了 送上前線啊 因為跟王國 王世堅同一區嗎 對 跟王世堅同一區 對啊 那張斯剛你是 第幾任的議員 第一任啊 你也是第一任 對啊 我們比較晚出道 你才上任就有小剛跑 沒有 平常因為過去 我們都參加 政論節目比較多嘛 差不多有六七年的時間啊 所以我們在政論節目裡面的 言論啊 有一些 大家都有一些評價 我們剛剛說 徐莉跟金莉對不對 不好意思 接下來這就是金莉 她雖然是國光益效 但是她的生活經驗 可以寫幾本百科學書啊 沒什麼學歷 她的工作經驗超過 演戲超過四十年了 對不對 太驚人了 而且她跟Vicky這個銀色夫妻 兩個人這樣子 風風雨雨 也跌跌撞撞的 欸 也走了二十年了吧 對吧 也是快二十年了 還不知道啦 四個女兒 誰生得出來 對不對 她生得出來 哇 Vicky好適合懷孕 真好 什麼話 接下來兩位呢 都是美女級的人物 謝謝誠哥 基本上她從學美啊 做模特兒啦 然後嫁為人妻啊 到現在 妳那個學美的比賽 在哪裡辦的 在溫哥華 溫哥華華藝小節 溫哥華 CC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是 初來乍到 初來乍到 妳是正大器官 對 是那個張宜遠的學妹 但不同系啦 對 不同系 妳們不可能在學校就認識吧 沒有 沒有 今天也是 今天剛認識 對 妳好 好 我們節目怎麼玩呢 請到最高層級研究員 蔡上華解說一下 請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研究員蔡上華 今天你不要看來賓們 大家一片祥和 待會兒大家就要開始廝殺 搶奪我們 資格賽的資格 才能夠出來參加我們的 九宮格攻略賽 在攻略賽當中呢 我們製作單位非常用心 為你量身打造了一套題庫 那麼只要你能夠答對 九題的話 就可以得到 十萬元的智慧新幣 那這個智慧新幣呢 就可以換等值的超級大獎 一萬 三萬 五萬 十萬 每個人都有客製化的獎品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 爭取資格賽的資格囉 那我們再把時間交給鄭管長 到底是學歷重要 還是精力感人 但你們都預言了 誰為你今天上不了台的 豬頭 如果預言最後站出來 真的上不了台的那些人 得票數再高的話 你知道會有處罰的 很遲鈍 然後很不敏感 所以你也有用差 理解力可能也有變差 所以可會被主持人問答 今天能做到什麼 現在四個提示 第一個五秒鐘 請看 身為中國人 完了 這題目太龐大了 真的耶 第二個提示 馬上就有邏輯了 請看 十秒 身為中國人的四小花旦 唉唷 很新文很新文的題目 他亮了 CC 欧揚娜娜 欧揚娜 欧揚娜娜答對了嗎 郭文綺答對了 我希望中間那兩個土地公土地婆 不要從頭做到我 好 來 進行我們CC的 九龍格攻略賽 單身是英雄初少年 而且相當的活潑外向 因為他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一萬 三萬 五萬 跟八十萬的大獎 分別有哪些 請開門 看到沒有 紅酒冰箱 短人 還在整組的按摩沙發 那是十萬大獎 沒有 按摩沙發 看到了喔 對 家屬都看到了 來 請關門 他可能跟你有關 但你必須要斬 過關斬將才行 好 好 為了他準備的題目 請看 他的九龍格攻略賽的提醒 分別有哪一些 切身的 客製化的題目 宅女愛漫花 真的耶 日文漢字 你研究的 他有在當日文家教 高跟鞋誰穿的 這麼高他還很厲害 他還喜歡看NBA 球迷的考驗 CC 貴族 有沒有 貴族 跟妳的貴氣有分 聰明思考 妳很聰明 買什麼東西 愛買 流汗冠軍 愛流 我們看看 愛買東西 愛流 流汗冠軍 馬拉松嗎 OK 對 好好選一個 你可能最有把握的 來 那就日文漢字好了 一公 對 可以推論 日文漢字 請注定 五分鐘到處 題目是 日文漢字的愛人 中文字是什麼意思 A 老婆 B 小三 C 小孩 Y B 小三 對 請鎖定 花了十三秒 這是個非常好的現象 好 因為 想了一下是為什麼 因為我在想 老婆跟小孩跟小三的漢字 老婆是 就是 寫一個很像奧秘的奧那個字 然後小孩是寫子供 子供 對 所以都 應該都不是愛人 所以應該是 三去法 對 應該是 對 頭上手了嗎 他很聰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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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小孩要講什麼 來 謝謝 耶 好 十個 漂亮 漂亮 好的開始 運氣 第二題 那就 宅女愛漫畫 宅女愛漫畫 請出題 四分四十七秒到此 題目是 最新王勇跳選的日本漫畫 最強的英雄角色是哪一位 A 七龍珠的悟空 B 一拳超人奇遇 C 海賊王魯夫 哪個 B B B嗎 一拳超人奇遇 是嗎 是不是 是 是 請鎖定 妳為什麼有痛苦的表情 因為其實一拳超人奇遇這個角色 他的特色就是只要一拳 所有的人都贏不了他 他只要打一拳 所以照邏輯來說的話 魯夫跟悟空遇到他 也是一拳會死 可是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票選 這件事情也跟漫畫本身的人氣有關 那現在日本銷售量最高的漫畫 是海賊王 所以我就會再猶豫 請揭曉 恭喜答對 好厲害喔 來 尚華告訴我們 請補充說明 來 這是日本最近推出的一個票選 最強漫畫英雄的角色排行 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一拳超人 奇遇 那魯夫呢 只有到第九名 而七龍珠完全沒有半個角色有上榜 不過其實裡面還是有一個 某某可愛角色就是這個 魔法少年假修 居然也有到第三名 厲害喔 來 第三題 跟一萬塊心碧有關係 來 聰明思考 四分三十秒 智慧心碧 聰明思考 請主題 題目是 早起的 晚睡的 我覺得都有可能 C C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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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晚上九點是嗎 我們確定 早上八點嗎 確定 不要 我要C 晚上九點請鎖定 為什麼改來改去 為什麼就不是下午兩點 下午兩點 我們就會很常昏昏欲睡 對啊 剛飽失蹦 你就想說通常應該下午不可能 最難有思考能力的 應該就那個時間了 對 因為剛好中午吃飽以後 對啊 通常會在那個時候 一兩點小睡半小睡便可 對 早上八點我是覺得很多人會說 他們一大早起來 是頭腦最清楚的時候 頓頓 就是有些人會說 店還沒沖完 對 還沒開機 還在暖機 然後晚上很多人常會說 腦子裡很多東西 一直在想睡不著 所以我就在想說 晚上應該是 腦子運作最活躍的時候吧 然後九點我覺得這時間剛好 對啊 剛好 第一個就是你剛吃完晚餐 然後離舊井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沒有人九點半睡覺的 但是差不多至少是十點半以後 所以這一段期間 你又洗完澡又吃完飯 其實思考最敏捷 而且一天沉澱 講一講明天要做什麼事 徐宇宙盒也要有什麼頭 因為我在求學階段的時候 我不記得 學校安排數學課有在下午之一 晚上多年 都是早上 以課表安排上 對 都是中午以前的 對 我記得沒有下午 在上數學的點 很像沒有 對 很像沒有 所以我認為是早上 因為他這個早上只有一個時間 八點鐘的選擇 所以也就是選早上 早上 下午 晚上 他選的晚上 你選的什麼 加油 請 請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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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確答案其實是下午兩點 我們從這個機器學會裡頭 資料分析出來可以看得出來 在上午八點的時候 通常這時候我們大腦 是比較嚴謹 周密 而且推理能力會比較強 但我們的推理能力呢 會隨著這個白天的十二個小時 依序的遞檢 而到下午兩點的時候呢 是我們的思考最敏捷的時候 而一直到晚上呢 其實呢 是比較容易做一些 記憶性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你可以安排一些 比較需要用周密啊 連緊的工作來做 那到下午呢 你需要快速完成的工作 在這個敏捷的時間點適合 那晚上你看 會有很多夜貓子學生啊 他們會開始背誦很多東西 就是因為晚上 記憶力會比較好 就差這一題 誰知道你要選這一個 有這麼多題型可以選 好啦 可惜了 進行下個第二輪的資格賽 第二輪資格賽 有想法就要按 好 看到黑影就開槍 好 來喔 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請看 怎麼會這樣 誰 好快喔 你怎麼那麼快啊 太快了吧 亮君 你想說誰 我知道了 我想說 我也是 我也是 對啊 還會想搭搭都是啊 剛才一個我是中國人 十幾億可以想我是中國人 現在鬼娃恰吉 就那兩個人 不是電影的就是生活的嘛 鬼娃恰吉啊 就這麼簡單 王世堅 王世堅 來 尖哥 答對了嗎 同屁的啦 DBABY 同屁的 同屁的 不是按那麼快 對啊 趕快就按下去 人家有地緣關係啊 有 有 是 對不對 好啦 你把尖哥給猜出來了 林亮君議員的九雲閣攻略賽 朋友好 國立新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畢業 對 現在是時代力量的 這個政黨的市議員 是 來 為了他準備的題目 請出示 林亮君議員九雲閣的題型 分別有 屬於他的攻略 親善大使 生活英簡 他的英文聽說不錯 中山大同特色街區 你應該知道的 合同教育 用手機 他在乎有同教育 議員也要注意保養 愛說話的小習慣 他很愛聊 島國女神穿圍裙 島國女神穿裙子 島國女神試咖啡 他有研究咖啡 他咖啡研究得很好 就是島國女神 那個瘋狂 都出現三個還滿好笑 島國女神 你起來是島國女神 這四個還滿好笑 我覺得 你應該覺得開心才對 對 我覺得好可怕 因為就是大家每次都說 就是鳳雯神之後 大家會一直看著他 然後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Come on 你還不到三十耶 不會 後面的姐姐怎麼辦 沒有 沒有 保養了不要 對 大一樓都超過 不著急 好好的選擇 都跟你有關 從哪裡開始 從 親善大使 生活陰劍 親善大使 生活陰劍 請 助題 題目是 英文中的Go Bananas 是代表一個人的狀態如何 A 慈眉善目 B 有氣無力 C 發瘋抓狂 哪個 我的答案是 C 發瘋抓狂 請鎖定 妳知道這一題嗎 就用削去法 怎麼削 因為 其實Bananas 它就是反正是香蕉這個水果 其實是 就是跟有氣無力 應該沒什麼 它反而是很有元氣的 對 因為它是一個補充能量 很多就是 跑者其實都拿Bananas 來補充能量 那慈眉善目也感覺 不會有什麼關係 可是所以Bananas 這個水果應該是 就是一個很有能量 很有power的感覺 那這三個選項 你看起來是比較像 你會選發瘋抓狂嗎 對啊 我會 應該是 發瘋抓狂 應該是 對 四個都是嗎 Bananas本來就是 可以迅速補充體力的一個 水果嘛 一種食物 但是它是Go Bananas Go Bananas 我們一起發狂吧 我們一起 對 它是比較狂的一種發狂 High的 Go Bananas 是正面的 不是 CRAZY Go Crazy Ayo 接得到 Yeah Go Bananas You go girl 妳被鼓勵了 好 然後結果是錯人 那我們就一起 請 接腳 Go 打電話 Bananas當然就是香蕉 那我們都知道 誰最喜歡香蕉 就是猴子 那猴子一看到香蕉 整個人會興奮到 就上蹿下跳 非常的激動 開心 因此Go Bananas 就代表著這個 像猴子一樣 看到香蕉這麼激動 興奮 發瘋的那種感覺 第二題從哪邊開始 保養好了 藝人也要注意保養 對啦 誰都要注意保養 進 出題 三分四數秒倒數 題目是 根據哈佛大學皮膚科醫師指出 笑臉哪一種行為 容易讓皮膚長皺紋 A 用吸管喝飲料 B 用衛生紙壓乾臉 C 邊敷臉邊講話 我這題目好 我的答案是 C 邊敷臉邊講話 邊敷臉邊講話 請鎖定 CC好像有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也不是 我覺得應該不是 我覺得是 A 用吸管喝飲料 用吸管喝飲料 用吸管喝飲料的舉手 什麼道理呢 就是我覺得 邊敷臉邊講話 影響可能只有表層 可是皺紋真正產生 應該是 真皮層 裡面一點 是皺紋 所以 肌肉 對 可能肌肉牽動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是衛生紙壓 我覺得MD耶 來 選擇是 慢著 慢著 選擇用衛生紙壓乾臉的舉手 三個 你看 真的假的 現在選你用 對啊 太直觀了 膚臉講話 人家說不要膚臉講話 對不對 對 就是他只是說 不要膚臉講話 是不要有太多表情的意思 因為會皺紋 會比較壓 會明顯的增加了 印象中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來 揭曉吧 可惜了 這家中不是他 不是 你看 不是 果然不是他 真的是用吸管嗎 或者是用衛生紙呢 上來告訴我們 正確答案就是 用吸管喝飲料 非常容易產生皺紋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們用吸管吸的時候 你看嘴巴會這樣 就是會這樣嘟起來嘛 所以就容易會產生唇紋 還有拉扯到你這附近的肌肉 所以如果嘗嘻這樣 很用力的在吸的話呢 到老化的時候 就會產生破破嘴 附近就會有很多 一條一條的紋路出現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犬像B 很多人在討論說 衛生紙來吸乾臉對不對 其實這是最正確的喔 如果我們用毛巾的話 可能會拉扯到我們的肌膚 但是皮膚科醫師說 如果我們用柔軟的這個衛生紙 輕輕地吸乾臉上的水珠 反而最不會拉扯到 那麼邊敷面膜邊講話 這是非常多人的迷思 其實並不會產生皺紋 但是我們還是不建議大家 邊敷面膜邊講話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你敷面膜的時候講話 容易會讓面膜跑掉 有些地方敷不到 所以只是會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讓你沒有辦法敷得更好 但是它其實不會產生皺紋 非常非常的可惜喔 呼呼 你去陪它吧 進行第三輪的新功列 四個賽 所有的親愛的朋友 全民互動的時代來臨了 現在就要互動這一題 讓我們這個美女 島國女神林亮君議員 她來選擇一些她剛沒有用到的題庫 不瞞各位說 還有七個題目沒用到 所以待會呢 請你跟我們一塊來互動 在全民新功列的YouTube上面回答正確的答案 我們將給你意外的驚喜 OK 好 現在 請她帶領的大家可以討論的 好 最後你來鎖定 帶來觀眾朋友一起來猜題 因為猜題是最好玩的遊戲 選一個你有興趣的題庫 中山大同特色街區 那邊有迪化街 是不是 對 也有碼頭 沒錯 也有一些 也有永樂市場 是 中山區還有條通 不是很多人對那邊都很熟悉的 不是每個人 但中山大同是台灣很早期 台北很早期發展的一個區域 對 來 特色街區有什麼題目 請 注定 你應該知道 所以我現在要回答是不是 你可以 不是C 認為是軍人的宿舍區是什麼 認為是高級 有喔 一個 高級宿舍區舉手 一個 認為是日本人商店間的舉手 各一個 那你們兩位男士呢 等一下 我們還沒決定 對 我們 你去的時候 直接已經到了 啊 你去幾條通 去 哦 讓我問 六條通 都不敢回答 六條通 七條通都有 對啊 九條通也有 嗯 七條通 你認為是 我如果 是酒店區 我覺得是 軍人的宿舍 呦 呦 呦 為什麼 軍人的宿舍 好特別啊 一到九條有九條欸 有什麼高級宿舍在那個時候有這麼大 這麼多 我倒不認為啦 嗯 也會 哦 然後商店也沒那麼多 對啊 商店需要那麼多嗎 這個答案商店絕對不可能 我覺得軍人的宿舍比較有可能 因為那個地方離總統府離 你也覺得軍人宿舍 對 離總統府還算近嘛 如果周圍駐軍的話 趕過去還來得及 地緣關係 當時叫總督府 對啊 總督府啊 那邊不算遠啊 哦 地緣關係 而且中南北路是當時的官道啊 官道 哦 有道理 A 你是看我們選的 我覺得差不多了 你可以鎖定答案 你想鎖定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A 軍人的宿舍 你是從善如流 還是你這麼認為 沒有 因為C是一定不可能的啦 所以就是商店街一定不對 然後因為 軍人宿舍其實 就是說 那個地方的文化 其實還有一些是過去 就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是跟日治時期比較相關 日治時期的商店街 會不會在西門町 現在的西門町那裡啊 呃 對 就比較西區 應該是邦嘎 靠近 邦嘎街 對 然後還有邦嘎街 大道城 那個時候 有可能 我們港府 請鎖定 軍人的宿舍 分析得頭頭似的 好喜歡你們今天 越合理的 好喜歡你們今天的組合 好棒啊 但是大家不是來這邊 憑空捏造的 都是有評有據的在講 雖然錯了都覺得很好看 對 中山區有名的條通商圈 是日治時代的宿舍嗎 請揭曉 第三輪的資格賽 現在兩隻公的兩隻母呢 來囉 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請看 大聯盟 跟棒球有關嗎 大聯盟是不是棒球 應該是吧 第二個提示 十秒鐘請看 安達 為什麼 Vicky搶到了 我知道 Vicky妳的動作這麼大 我以為妳搶不到 是不是 不是我 是妳啊 不是我嗎 妳搶到了 林木宜郎 不是妳媽在哪裡是不是 林木宜郎耶 她聽說啦 所以怎麼說我 林木宜郎耶 林木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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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上一句囉 答對了沒有 恭喜 恭喜 這好... 我不要豬頭了 我覺得我不是不快 是不夠用力耶 對啊 你們可以試一下 對啊 來 來 屈中涵 我說屈中涵 這都會吧 沒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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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勘托 我們的設備了 好不好 Vicky 漂亮 來 現在進行 Vicky的九龍格攻略賽 Vicky 欲達高職商用英文科的 Yes 英文的基本 交談是很好的 要喝了酒之後 不是 所以才會在夜店上班 有很多的客人 都喜歡跟你攀談 其中一個客人叫屈中 妳算所有人氣當中 最呱躁的 還好吧 我收斂很多了 我是三音大 但是不誇張 對 那叫洪亮 洪亮怎麼叫誇張 對不對 又不是甄莉那種 甄莉就很誇張 可以幫後面那個男生 他一直在做怪獎集 畢竟他認識你快二十年 對啊 超過的 來 為了你準備的題目 非常的感人 請出示 Vicky的九龍格攻略賽提琴 來 請看 看好 他的提琴分別有 哭 媽媽都懂 封膠用過吧 用過 媽媽這樣說話 當之無愧 美腿媽媽生活常識 就是你 我說我強線 輕功 輕功劇的台詞解密 你在追的 追韓國了文化 你曾經追的 調酒熱量你了解 大姨媽來了 你快停了 量產大畫家 你看看 你會畫畫 對 我最近在學畫畫 還感人 活到老學到老 對 我覺得就從我的強項 美腿媽媽生活常識 少數拍到 腿是不用修理 而且我的腿真的比我的臉上小 美腿媽媽的生活常識 三分鐘倒數 請出題 皮膚紙 我的天啊 誰搜的 所以我現在馬上就是 快點 好 我的答案是 A 在褲襪上塗乳液 請鎖定 花了二十一秒喔 不是啊 我有點緊張 不要緊張 我沒有想到說 我會站在這裡 對 她只要說 C 在褲襪上 吻檸檬水 我的愛是 你直接來了 緊接 要不然你三分鐘 你撐不到最後 我喜歡有一點前戲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前戲 你為什麼會選土乳液 這是基本的啊 基本的 對啊 你不可能在那個 褲襪上噴熱的水 我覺得噴熱的水的部分 濕濕黏黏的 你怎麼穿得上 就是靜電 她都已經穿好了才噴的 是這樣嗎 那你塗乳液是 先塗再穿的啊 先穿再塗吧 對啊 對啊 一樣的意思 先穿再塗啊 塗在褲襪上 塗在褲襪上 李老公 那你塗乳液什麼 是先塗再穿是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B跟C是一樣的 就是水分啊 那水分會蒸發掉啊 那還是一樣會有靜電啊 那乳液就不會蒸發掉啊 妳說看看CZ 因為我覺得 靜電好像跟電子的移動有關 就是正負電 我就只記得以前學過化學 那既然有化學 可能跟酸鹼池有關 我只是這樣猜 因為如果你只考慮水分的話 梁菁姐 因為我覺得乳液塗在 塗在褲襪上 我是先去吧 乳液塗在褲襪上 真的是太 怪 太離火了 就是整個 怎麼想都不通 然後熱水就是 因為它就是 如果它只是因為熱的話 那根本不需要特別 嘗到熱水就好了 對 所以一定就會消失 所以熱水是很無聊的 一個選項 不以為冬天 不以為 冬天噴熱水保暖 就很快膩 所以是檸檬汁 好 目前檸檬汁 跟乳液兩個選項 我真的不希望 妳一開始就走了 我也不希望 請 介紹 好 對 好漂亮啊 賣檸檬汁 妳怎麼辦啦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天氣乾燥 就非常容易產生靜電 但是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是把乳液 直接塗在妳的腳上喔 是要塗在褲襪的內裡 或是褲襪的上面 這樣才可以讓褲襪 跟妳的裙子 在摩擦的時候呢 讓這個乳液的濕的 這個潮濕的成分 可以讓妳把 淨天排除出去 但是大家已經有提到了 塗乳液還是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那其實還要提供 大家幾個小方法 有一個方法是呢 你可以找那種金屬的衣架 那衣服之前呢 妳先把衣架 伸進去衣服的內部裡面 繞個一圈 就可以把靜電先 這樣排除出去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呢 是可以在妳的衣服的內裡 噴一些衣物柔軟筋 或者是噴髮膠 其實都能夠幫助排除靜電 那如果妳在洗衣服的時候呢 先加一些小蘇打粉進去 也是可以幫助妳洗出來的衣服 比較不會都一大坨 全部噼噼噼噼都是靜電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好的 開始 第二題 我選媽媽都懂瘋膠 瘋膠在妳們家 有沒有廣泛的使用 有 非常廣泛 我隨身都有攜帶 因為我的氣管不是太好 媽媽都懂瘋膠喔 請出題 題目是 2分3就拿到數 瘋膠是從蜜蜂的什麼地方 取得的 A 蜂巢 B 蜂有 C 蜜蜂 這題目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從哪裡取得 蜂巢 好 蜂巢嗎 請鎖定 2分22妳喔 我印象中是蜂巢 另外是蜂勇的舉手 不可能是蜂勇 一個 另外是蜂巢的舉手 有 兩個 三個 怎麼可能 妳說明一下 蜂巢出來的這個東西 通常是以蜜為主 蜜 以蜜為主 那蜂膠 這個主要 並不是蜜為主要的成分 那蜂勇的話 它的營養成分比較高 那很多 才會採蜂勇 拿去做很多的載劑 會做很多的保養品 從蜂勇來的 營養品 是屬於蛋白質的東西吧 對啊 請揭曉 對 因為我印象中那個廣告都會蜂巢 蜂膠廣告都是一個蜂巢的廣告 它的包裝 來 讓我們只要了解一下 請 蜂膠的確是用在蜂巢上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蜂巢 它這個蜂膠用的這個萃取物 其實是植物它新生的嫩芽 它外面會有一層 樹脂狀的這個東西 也就是植物的保護層 那麼蜜蜂它們去採蜜的時候 就會把這個保護層 這個樹脂狀的東西 連同它的唾液 一起帶回蜂巢 那帶回蜂巢之後 它會塗在蜂巢的裡頭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一種分泌物 這種它可以幫助 去抵抗外面的細菌 害蟲 讓這些東西不會靠近蜂巢 也可以避免蜂巢內部的蜂蜜腐敗 蜂膠是好東西 再一題 請Vicky 然後就選個人的喜好 調酒的熱量 調酒的熱量 請出題 2分22秒到處 題目是 適量喝酒可以幫助放鬆 但請問夏令哪一種 調酒的熱量最高呢 A 血腥瑪麗 B 螺絲起子 C 長島冰茶 這不用講C 長島冰茶 請鎖定 為什麼不用講 因為它裡面 你看螺絲起子是 screwdriver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它裡面只有柳橙汁跟那個 一個基底Vaga而已 然後呢 血腥瑪麗也是 它的它就是番茄汁跟 其他的一些那個 它是什麼機 我點忘記 是進 但是長島冰茶是 裡面有很多高 濃度的 四種還是六種 而且高濃度的 五到七種 高濃度的酒 因為熱量高 對 我覺得高濃度的酒 它的熱量就跟著高了 請揭曉 這個應該不是問題 恭喜 目前恭喜得到一萬塊 智慧姐姐 孩子 孩子們 我太甜了 第四題 那 那個 即將離我而去的 大姨媽來了 大姨媽來了 清楚地 妳不是 女生月經來的時候 為什麼要說 大姨媽來了 A 民間故事 B 曲諧音 E 來了 C 姨媽愛穿紅袍 我覺得就是最簡單啊 E 來了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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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來了 請索利 民間故事是什麼意思啊 是戲說台灣裡面演過的嗎 民間故事 如果是A的話 我真的想要打那個初題的人 我們以前是開玩笑說 為什麼叫 為什麼是姨媽 姑媽 舊媽 不是 對啊 因為以前第一次是 E 在啦 媽 是一樣的 對啊 對 對 這條是 E 媽 對啊 沒有人 沒有人是這樣 姑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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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直接的 E 來了 可是我現在應該會 哇 來了 是 好 來 請揭曉 你講 我就覺得沒有 你不要急嘛 來 請說明一下是不是民間故事 其實這個大姨媽的用語 真的是出自民間故事 而且還是一個滿浪漫的故事 在漢代末年有一個女孩叫佳兒 很漂亮 但是是因為她父母雙亡 所以她從小就跟姨媽住在一起 那因為她到了十六歲 春星大冬愛上了一個書生 兩人常常在草叢當中優惠 每當想要清熱一下的時候 就聽到姨媽的腳步聲走過來 她就會說我大姨媽來了 我們要先暫停一下 那這個久而久之呢 就是變兩個人之間的一個默契 沒有想到兩個人重要成婚了 洞房花竹夜 這個那一天 這女生剛好也來了 所以她就跟她說 我大姨媽來了 告訴她今天不行喔 不合理 最好是啦 我覺得 誰要暗戴末年 你們 你們夫妻倆不要咆哮公堂 可是我覺得姨來了才合理 是合理 我們也是稍微演了半天 我們也覺得很合理 我們從這個節目開始改好不好 對 姨媽 我覺得姨姨媽我就滿好笑的 姨姨 對啊 我原來一直這樣叫我的 她不是青森的 好 那我們知道一下 她的一萬塊吃的心理可以得到 十量的薑品 張華 好 恭喜Vicky姐得到的是 FreshLine 維納絲雲體系列 保養組 這裡頭呢 有天然的質樣精油 富含美膚 英子跟咖啡因 所以可以幫助你緊緻肌膚 會有效地回復肌膚彈力 相信屈哥也會很喜歡喔 恭喜 好適合我 非常喜歡 來 進行我們下資格賽 今天會不會 出來的都市女生呢 那我們真的是棒槌了 真的 第四輪的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請看 來 台南人 想想最近的新聞事件 誰跟台南有關 下一個提示 十秒鐘請看 亞洲最美 屈忠 我跟你講其實台南人的時候 我剛剛差點按 他說亞洲最美 對 但是看到第二個提示了 還好我沒按 肯定了 因為我第一個 如果按台南人的話 我就 那個答案是錯的 你本來講誰 我本來想講賴清德 因為他最近 因為林表 因為是話題人物 對 話題人物 對 但亞洲最美就太明顯了 誰 周子儀 周子儀是亞洲最美 你懂啊 我 有啊 他們是有那個排名啊 他是亞洲第一名吧 亞洲最美 對啊 好像是世界第二名嘛 真的假的 真的 世界第二名嘛 那第一是誰 第一 Vicky 對不對 我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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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 也別說 我也快 周子儀 答對了嗎 對 恭喜 Vicky 謝謝 來 進行我們的 曲中恆的九龍格 攻略賽 好 朋友 恭喜 恭喜中恆 賀喜中恆 你讓我們 最後是成為 一對 一公一母的 呈現在我們的觀眾眼前 一公一母 是 賞心悅目 國光益效益 資深 而且是傑出榮譽效益 不敢 好了 今天為了他 我們特別 他們其實常常非常擔心 怕你會答對太多題 是啊 來看看 曲中恆的九龍格提醒 分別有哪些 請介紹 曲中恆的九龍格提醒 分別有 卷卷菜的排行 加油四千斤 孔子老鄉 山東 排戲貼藥 為什麼 慢跑顧健康 你再跑了 電影主題曲 長壽舞台劇 買車安全資訊 好了 我們不浪費時間 我們就先那個吧 來 從小在眷村長大 就眷村菜吧 好不好 眷村菜排行 請出題 三分鐘到手 題目是 根據網路溫度計調查 網友心目中排行 第一名的眷村菜是什麼 A 面格的 B 上海菜飯 C 酒 菜盒子 說得好 這個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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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毀了 好 你毀了 快 2分40秒 你的秒數在跑 B 上海菜飯 請鎖定 另外一次上海菜飯的舉手 我也覺得 因為這些 你也是啊 因為這些菜幾乎都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對 也是 所以很難選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覺得在上海菜飯跟 酒菜盒子你在掙扎對不對 其實 麵哥搭 對啊 麵哥搭也是 三個都很掙扎 上海菜飯跟麵哥搭掙 對 我是ABC 你是AB啊 我是ABC 都可以 來一個 我也是ABC啊 但是我還是選上海菜飯 請揭曉 網路溫度 恭喜 這個網路溫度計呢 他們是根據網路的聲量 排出前十名 第一名是上海菜飯 那第二名緊追在後的就是 麵哥搭 第三名呢 才是剛剛大家提到的韭菜盒子 而另外呢 第四名呢 是砂鍋魚頭 第五是雪菜百葉毛豆 來 第二題 選得好喔 第二題 第二題 好啦 我就聽 成哥的好 家有四千斤吧 請出題名 其實不是 屈哥連續生了四個女兒 第五胎如果他想生一個兒子 機率是多少 A 二分之一 B 五分之一 C 十分之一 不是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點送分的感覺 最好是 好 那我就二分之一 什麼東西 怎麼可能 不要影響喔 再說一次 二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嘛 對啊 請鎖定 你為什麼先說 怎麼可能 你認為呢 你認為呢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這個怎麼講 本來幾率就是一半一半的 對啊 就是一半一半 被四個女兒啊 要生第五胎啊 他故意去那個 他故意毀搖 生孩子都是二分之一的機率 是 跟我聽到的不一樣 誰 我聽到的好像是 連生兩個女兒 你下一胎要生兒子的機率 是剩四分之一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應該是二分之一啊 你也覺得是二分之一 因為你每一胎 都還是重新的嘛 你每次拐龜不會 因為你有五個龜龜 下一個就一定是機率改變 他都還是二分之一啊 對啊 那有時候那百家樂 為什麼閒家一直出一直出啊 出籠 那就是運氣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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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心平氣和 謝穎揭曉 其實是非常單純的問題 非常好 再提 馬上就拿獎了 來一個 慢跑顧健康 慢跑了幾年 慢跑了 九八年開始 二十一年了吧 滿好 慢跑真的顧健康嗎 請出題 兩分十二秒倒數 題目是 運動可以幫助 舒解負面情緒 請問一天之中的 哪一個時間慢跑運動 會對舒解情緒最有用 一大清早 B黃昏時段 C天黑以後 快 一分五十八秒 這個 一大清早 請鎖定 不考慮其他的 對 不考慮其他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 一起床以後 就去跑 整天都會比較 感覺會比較 比較 緣氣 對 有緣氣 精神 思路比較清楚 直接告訴我們 是否是正義的 請接教 這次台北市聯合醫院的主治醫師 詹家蓁醫師 建議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其實呢 適合在慢跑的時間點 就是在一大清早 在這個時候呢 天光啊 它的這個光呢 是比較呈現藍光的狀態 那麼藍光可以幫助我們 調整我們的吞黑激素 所以呢就可以幫助改善 失眠的問題 也可以排遣更多的壓力 讓你的心情更愉快 同時呢 慢跑這個運動本來就很好 因為呢 跑步如果你有保持習慣的話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大腦 分泌腦內飛 那腦內飛也可以讓我們人 變得更加的開心 更加的快樂 所以也會更加的有活力 第四題 好像三萬埋子 台西貼藥 台西貼藥 請出題 一分五十五秒倒數 題目是 什麼狀況下貼會發出 溫熱感的藥膏 效果會比較好 A 肩膀痠痛 B 撞傷 C 扭到腳 漂亮 它代表強調是 溫熱感的藥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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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哎呦 什麼 肩膀痠痛 請鎖定 什麼時候要貼溫熱感的 熱 為什麼要貼熱的 因為不通嘛 熱的時候要散瘀 散瘀 剛扭到的時候 骨折的時候 一開始冷敷還熱敷 冰敷 先冰嘛 所以冰敷到它整個鎮定以後 微血管縮縮了以後 然後再用熱敷 三天後用熱敷 讓它把瘀血散掉 是 所以什麼時候 是肩膀痠痛嗎 肩膀痠痛吧 肩膀痠痛是感覺好像 那個血路不順啊 是要用熱敷的 讓它那個血路比較通啊 現在 直接告訴你 正確的 直接告訴你 來 上好了 再準確的說明 根據骨科醫師的說法 不管是撞傷 扭傷 其實都是一種 肌肉發炎 或是你的韌帶在發炎 那發炎的狀態之下 當然是用涼感的 這種貼布 對它的這種鎮定效果 是比較好的 不過我們剛剛說 肌肉痠痛 或者是你的腰痛啊 那種是肌肉的疼痛呢 其實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血液淤積住了 因此呢 你只要貼這種溫熱感的藥膏 它這種慢性的疼痛呢 就能夠慢慢的 這個活血化瘀 就會比較不會那麼的痛 非常 第五題 第五題 長壽舞台劇 寶寶一孫 是吧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題目 長壽舞台劇請出題 一般三十一秒倒數 題目是 題目好耶 演最多場的啊 是全世界嗎 對 白老會 只在白老會啊 嗯 只在白老會 逼貓 貓 請鎖定 為什麼不是歌劇魅影 其實我是猜的 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歌劇魅影跟貓 都有來過台灣嘛 都有 對 但是 歌劇魅影還來過兩次 兩次 對 貓好像也不只 貓咪咪咪也來過三次 對 請揭曉 我們追過 歌劇魅影嗎 不是貓是誰 尚華告訴我們 答案就是 其實歌劇魅影 貓跟悲慘世界這三部 分別就是白老會的 三大最經典的音樂劇 但是呢其實我們講到 這歌劇魅影呢 它還是最長壽的 因為它從一九八八年一月 開始演出至今呢 已經這個場次突破了上萬場 重點是它的票房收入非常的可觀 達到兩百四十九億新台幣 好 你能得到的獎品 告訴我得到什麼獎品 恭喜屈哥 得到的是 組呢就是有兩套 一個是全自動的研磨咖啡機 只有自動磨豆功能 可以確保最新純淨的咖啡風味 還有六段觸控烤麵包機 還有六段的焦度調整 有透視玻璃 可以方便你觀察烘烤的醉形狀況 可以跟Vicky姐一起喝下午茶囉 謝謝 麻煩進行終極懲罰 好 今天這一對夫妻來這邊 算是中年輕大搬家的 真的 不好意思 好多哦 好強 你 我獨家 獨家 今天獨家 你有三下 他只有一下 打美女的戲碼 那我幫你打 打美女的戲碼 先看好了好不好 好強忍哦 好強忍哦 怎麼忍心下得了手啊 好強忍哦 眼睛閉起來 好可怕 他太遠了 雷射大一點小的感覺 還好你有戴眼鏡 是 我保證眼鏡不會嚇 我覺得按鈕有問題 我保證眼鏡 還在講 還在講按鈕 我保證眼鏡不會嚇 對啊 你還說不定眼鏡 真的有問題 你還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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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謝謝大家 人生沒有彩排 天天都是現場直播 而我們今天現場 每一個人站在答題上 也都有現場直播的效果 面對題目 面對自己的人生 面對你的 充滿智慧的未來 各位想要累積你的智慧嗎 想要累積你的籌碼嗎 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 鎖定東正頻道 隨時收看我們的 全民新攻略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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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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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 沒關係 鏱兒 慢慢 Flat enterprises みな一安 一起來互動 互動 這感覺特別特別的過癮 在於我們要珍惜他沒有用到的題庫 好 謝謝妳替我審了這麼多的題庫 好多 不利用你再来选一下的话 不知道我们题目也出这么多的时候 好 你选一个没有出过的题目 慢着 来 九中科里面呢 待会再开一个题目 给大家一起来讨论 现场全部人 但是由你来锁定答案 好 所有的朋友呢 在全民新攻略的YouTube上面呢 频道里留言 只要答到答案是正确的 我们不定期的 都会有惊喜回馈给大家 尤其为呢 详见我们的观光网站 来 请选择题目 好 我选择韩国情人节 为什么选那个 因为呢 我去过韩国也过过情人节 好 对 有过过 条件这么好 怎么会没有情人 这一定有过过的 这我觉得应该或许可以 有答案 你不想选美凶大招或者是 其实我蛮想选一个人去旅行的 也很好啊 对 要不要改那个 好 那我选一个人去旅行 可以这样 选了又选 改了又改 诶 一个人去旅行 对 因为其实我去年年底 就一个人去美国 对 没去过美国 没有 然后我一个人去 而且我英文很烂 我就一个人开车 我如果是美国海关 我就怀疑你是在跳机的 对 他有让你过啊 他一直跟我讲话 我就鼻手画脚 他就让我过了 哦 嗯 一个人去旅行 请出题 题目是 如果想到世界文明的吴戈库旅游 要到哪个国家 A 缅甸 B 辽国 C 柬埔寨 好像是那个地方 请选择 我选择C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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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吴戈库在柬埔寨里面 我很喜欢这些骨鸡 对 非常喜欢 这是什么题目啊 这是什么题目 我也很想问 对 我第一个应该选这个的 你应该要选这个嘛 对 我会的 运气 运气 真的 选什么小枝 对啊 选什么小枝 你会风凉花很会讲 好 柬埔寨请锁定 请揭晓 这么简单 我们全民互动 你可以玩两题吗 好 听到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柬埔寨 可在柬埔寨哪里呢 上华告诉我们 来 这边是西北 吴戈库在柬埔寨的西北部 那它是一座非常巨大的庙宇 它是以宏伟的建筑 跟细致的浮雕闻名于世 那么它同时呢 也是一座非常巨大的水上都市 这我不知道 对啊 水上都市 我不知道 有吗 是 水上都市 它是水上都市 所以底下都是水 那边很干旱的感觉 它在河岸上 河岸上 真的哦 这我就不晓得 这我就不知道 这个厉害 在社会走跳 总要有两个意志题目 放口袋里面 聚会 聊天 破冰 都是很好的帮手 不要再考虑了 按下订阅的频道 加上小铃铛 全民心动略 赶快来订阅哦